你看 超滚的 用自己研发的节能锅来烹煮火锅料理 相当省时方便 人称刘姐的柳金凤说 虽然现在事业有成 但看到许多单亲妈妈 为了生活而四处奔波 让她相当不舍 兴起了想帮助这些弱势的想法 有的阿嬷没有 阿嬷去外面贪钱 阿孙在家里回来说死去了 这样啦 不然就兼着 这样顾着小孩然后再赚钱这样 你看看这样 那种心情我坐在那里 我坐在那里看的时候 我说很辛苦 我们说实在 我们可以帮忙人 尽量可以给社会 可以多一些的 可以生存的几率 六年前老公意外过世 让刘姐天天以内洗面 好不容易靠着不少贵人的帮助 加上婚了女儿 她决定让自己重新挣起来 并研发了节能锅 因此她也想提供 一百个工作机会 成为这些单亲妈妈的贵人 第一节能简单 第一 那可以让弱势的家庭来介入这个行业 让他们普及到每一个家庭这样 这边也提供一些固定的场所 让他们去实习 去实习 然后我们如果他们自己 能够独当一面的时候 就是自己 在外面自己炒场所来处理 那这个重点是完全都不用资金 不用本钱的 而刘姐想要帮助人的想法 也获得不少用餐民众的肯定 没错 因为 可以救很多家庭 对这个社会很有贡献 对大家也很有帮助 帮助去弱势产品 都是家庭 有一些产品 给他预持这样 会对社会比较好 目前已经有不少人 向柳金凤接洽 曾经在丧夫之痛当中 无法自拔的留戒 如今重拾新的人生 他也希望用自身的例子 帮助单亲妈妈创业 让更多人能活出新人生 这来秋风台中采访不到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